黄金舞台 碰觸精彩 黄金舞台 请登上黄金舞台 100秒倒进 开始 世纪四 总会发光 有梦想就灿烂绽放 青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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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闪闪扬 这就是你的主场 请你善良登场 绽放药眼光芒 青光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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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光闪 用最棒的才艺 征服观众 用最强的信念 挑战自己 黄金舞台 碰触精彩 诗心子 总会发光 亲爱的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欢迎大家来到 黄金100秒 今天要上场的 这几组选手 可以说他们的故事也好 还有才艺技能 你们很少看到 甚至有些人 也许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 今天的嘉宾突破和崭新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妮娜同学也是穿着盛装 接下来会再歌再舞 欢迎每一位 登台挑战的选手 没错 所以我也希望今天 我们现场的20位黄金观众 用我们的微笑来鼓励 登台的各位选手 希望他们能够实现梦想 没错 赶紧有请今天的 第一位挑战者 抢签100秒 CAL PATA 你 后马面 腾片盘关 我扼 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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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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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欢迎王长磊 欢迎 您好 您好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变草帽 对 丽娜特别感兴趣 刚才你变那个 带围嘴的那个造型 就是小宝宝那个 小帽子 然后还有小围裙 围嘴 对 这个 对 还有一个特别好看 这个这个好看 这个 这是什么 变变宝宝 像个女妖 对 有点那个女王的感觉了 我变身 太好看 很有意思 大家喜不喜欢 来 请投票 97分 好高啊 获得了额外的五分加分 谢谢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新颖啊 虽然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了 飞一项目 飞一项目 属于山东邦子 对 属于山东邦子 到我这已经三代了 都是单传 嗯 是我师父 我师爷 师父师爷 这样子 家里没有 家里没有 家里没有人干 这个山东邦子的表演艺术 嗯 家里没有 我能问一下 这个变草帽能变多少种啊 这个草帽现在我能变70多种吧 啊 就这一个 这么厉害 这70多种 它大概都是哪几类造型呢 比如说有模拟动物 对 模拟动物 模拟这个西游记里边的 人物也可以 人物也可以 哦 西游记师徒四人都可以变出来吗 啊 可以啊 大家想不想看 想啊 来 咱们先从猴哥开始吧 好吗 啊啊 孙悟空哈 来 3 2 1 我们先变第一个哈 这个是孙悟空那个 那一天大胜 对对 七天大胜 这那个小王亏 知道了吧 好 但是脸上没毛 就是不是太像 好 好 唐僧哈 直接就唐僧了 好 施主 斌僧来自上 是吗 是 是 是 猪八戒啊 前面那个这个最像 这个最像 形体还得加点形体 哟 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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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无尽 怎么弄啊 哦 要变成大胡子 对 哎 哎 这个游戏也有意思 要不然您就变我们猜 行行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来来来 看我们能不能猜中 嗯 咱们耐心一点啊 因为我们要猜70多次了 哈哈哈哈 这个是 杨山100能拔掉 您先说这是人物还是动物 这算 这算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您都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猜 您这是让我们起名了是吗 好 再来一个 你有没有您觉得 最威风的造型 看见没有 再让它变五次 这帽子就坏了 哈哈哈哈 这个像什么 哈哈哈哈 哎 你俩发现还挺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牛魔王 牛魔王 牛魔王啊 对对对 哎 有没有您戴着草帽 让我们也感受感受 我们跟着学学 您哪 您一个戴个红的 您哪学一个 我想想啊 我给大家展示一个什么呢 你不要 你不要那个样 就这一老都是 哦 太 哎 对对对 哎 对对对 好 戴一下吧 嗯 干啥呀这是 哈哈 找到非者明白呢 等会 我要精彩亮相一下 哦 万一亮相完不精彩呢 哈哈哈哈哈哈 三 二 一 哎 有点那个 遗族的那个 传统服装的造型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掉了 掉了 哈哈 这个很轻 所以我感觉不到 它在头上 它掉了 我又没发现 但这个看似 好像您折得挺简单的 我觉得有点难哎 还有两个在一起了哈 哦 还有泡瓦 嗯 哇 这个威风 这个厉害了 这个像什么 像花盆 哦 这个像 玉皇大帝 就差几个小碎碎在这 小碎碎 所以你看它就是 两片圆圆的这个草帽 那么多种变化 所以老师啊 咱今天不光展示这个造型哈 您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就这种 这种艺术它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嗯 我师爷这都 一百多岁了吧 我师父八十多岁 也就一百多岁 您知道吗 就是这个变草帽大概 大概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 至少您知道一百多年都有 对一百多年 这种方式 对 那您现在的身份是您的工作 现在在合泽曹县 地方戏曲研究保护中心 您是演员吗 是演员 是演员 但是学了 也从小就学戏 学长戏 学了又二十多年了都 嗯 对这个戏曲 反正是非常热爱 尤其对这个草帽 现在这个草帽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草帽现在是 嗯 到我这已经 下面已经没有人了 我希望大家 能够传承或者发扬下去 我是免费 谁要是愿意学 我是免费过来教大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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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 我觉得刚才这一段展示 会吸引很多 这个小朋友的喜欢 对 但我觉得奇怪了 这么好玩 为什么现在接触了解 或者学习的人这么少呢 这个形式的 这个形式的很少 我在一个就是 在我们本地的都知道这个 出去都不知道了 现在是这个 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了解的人太少 对对了解的人太少 所以这是您这一次来参加 黄金100秒的最重要的原因吗 对对最重要的原因 我想展示给大家 叫大家认识认可 我这个草帽 一是认识草帽 另外草帽 它来自于我们的非遗项目 山东邦子当中 它也是精华之一 对对对 一种 那今天在我们的黄金舞台上 您会展示什么呢 我会展示一个 还有我学了一段玉剧 我学了一段 但是学了不一定很像 希望大家团案能够喜欢 好不好 好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一般表 计时开始 参考着 我这 搞我 不了啊 我这 是不是 我这 了 那是你要把那个点线讲 这两道呀 这一呀呀 一呀 那个点根 两张 高呀点根 两张 好吧 岸上一个小马达 我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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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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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来 邀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 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飞衣文化一定要传承下去 很专业 支持传统戏曲 老哥哥唱得有点滋味 接地气哦 加油 赞了 原汁原味的河南语剧的感觉 舞台纪念非常丰富 非常好听 底气十足 得劲儿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级 来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宝箱里面 到底是礼物还是奖杯呢 按下宝箱 三 二 一 把箱开启 挑战成功 谢谢 谢谢 98分下抢新一百秒的五分 103分挑战成功 分数很高啊 祝贺王长磊 希望王长磊继续加油 希望王长磊继续加油 希望电视机现在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被王长磊的山东方子 当中的变草梦所吸引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 再见 再见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先一百秒 我和小毛孩儿的故事 别看他们现在这么开心 其实他们都是被抛弃过的小孩儿 他在你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儿子 还有健身partner 因为有时候我会懒得出去走路嘛 然后我就想着62就可以 一是就是让我上午能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起来出去做一些 哦 出来做一些有养 这是阿姨 她可以说是收养小达人 领养还是购买 我觉得领养其实是一种爱心 这是佟姐最勤劳的产食官 总会有人问我 养这么多不麻烦吗 我必须承认 麻烦肯定是有的 但和他们带来的温暖相比 这点麻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为把他们带回家之后 我再也没有感受过孤独 他们看向我的眼神 让我能在这里坚定地说出 我正在被爱着 而这份陪伴和爱 真的抚平了很多人生活中的心酸和苦涩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姨 嗨 大家好 我是永彤 我来自上海 然后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音乐表演系 音乐剧方向 我来自山东围方 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音乐表演流行演唱方向 这个二位抢先100秒的表演很特殊 对 这放了一段视频就算是你们的表演了 但是很可爱 不知道看这个视频的情况下 有没有打动到大家呢 请投票 82分 除了放这个短片 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期待 带了那么近点 对 我们本来是想带的 但是因为就是怕它太闹了 我们家狗有点太活泼了 所以就没有把它给带过来 专业试诗在这儿呢 怕什么呀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 你家都有什么动物 我也准备了个照片和小视频 有 你看这是我的猫 然后这是我的狐猫 它会吃醋 你看我摸它它就吃醋 然后去咬它 这是我的狗狗 咪咪 这是我的妈妈三只小猫 所以我觉得养小动物挺好的 特别锻炼一个人的爱心 但是你知道吗 这么多的小动物一起养很困难 对 还是很辛苦 我们家的猫和狗经常会打架 对 恰恰 对 而且我们家因为有一只狗 它是领养过来的 对 就我们俩一起在草丛里 捡到的一只狗 所以这只狗它就会比较跟别的 都需要安全感 对 更需要安全感 就是你可能靠近了它一点点 然后它就会对你 这样子叫 但如果对它很温柔的话 它也特别听话 对 你一抱它 它就会特别温身 但你们俩虽然是同学 如果不是那只流浪狗的话 你们之前也没有那么熟悉 对 其实是这样的 学校里要排音乐会 然后老师就把我俩就分到一起了 但是我俩就是怎么也猫和不好 因为我俩性格也不太一样 他喜欢的音乐风格也比较的 喜欢R&B那种的 我就比较喜欢一些抒情那种的歌曲 所以说这方面 一直选曲选不到好歌曲 对 在选曲上产生非常大的分歧 就猫和不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肯定是不可以了 但是就是从我们在宿舍楼下 捡到那条小狗开始 我们就慢慢地从照顾这个小狗开始 互相地了解了彼此 所以说我们就从那开始 选好了一个曲子 然后完成了一个表演 我俩就关系也越来越好了 彼此了解 对 他说话的时候手里一直拿着一样东西 想必一定是送给我的吧 没错 没错 看来还要注意了 没错 这是我们给妮娜姐准备的一个 小惊喜 小惊喜 你帮妮娜姐带一下吧 我帮你拿 好好看 请叫我猫女 所以哥们说来说去 你们选的音乐类型到底是什么 选了一首罗希尼的歌剧 叫猫之二重唱 猫之二重唱是什么样的音乐 能跟我们普及一下吗 它是一首就是罗希尼的歌剧 它可能不是像传统的歌剧一样 而是那些它的歌词都是由猫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就猫的说话方式 就喵 喵 这样子的演唱方式 可能我们需要跟你们两个一起配合 可以吗 需要伴舞吗 可以我吗 可以 没问题 也别了 来 妮娜配合一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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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ong 我说过来用一个扮唱猫 喵 davong 这时候来了个猫的反派 喵 davong 演反派我还是很拿手的 技之拿捏非常稳 没错 但我觉得观众朋友 刚才别光看这个互动的很热闹 其实两位妹妹呢 也是想和大家分享 这个科学的发声训练的方法 这个她都是从这个模仿动物的声音开始 找那个声音的位置 对 可能我们外行不太懂 但是对于她们来说 这种发声方式 是对她们专业是有用的 二位师妹现在是大几 大三 大三 那个未来有什么样的职业规划吗 我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剧演员 我呢就是想深造学业 然后成为一名大学老师 所以我觉得两位姑娘都需要在这个毕业之前 通过不同的舞台来 一是来锻炼自己 另外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考核 今天现场正好有二十位评委 跟咱们当年一考差不多 一百秒的时间 来考验一下 这三年在学校学的怎么样 好吗 好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一本即时开始 很多时候 当你以为生活要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往往它会变得更糟 一首我的原创歌曲 《星空下的颗粒》送给大家 《星空下的颗粒》 城市的空气里 飘荡着很多我这样的颗粒 忽伤忽伤 想多相信 闹市的霓虹灯 照不容我的身体 泪黄的车流离 听不见我的呼吸 生活日复一日 周而复始 再见而过的人 错过着我的生日 昨天冷掉的便当 今天又惹了几次 明天的星期 到现在都还没收拾 所以当你无力面对生活的时候 你适合做两件事 第一 睡觉 第二 还是睡觉 因为我们的生活 在梦里都被善良以待 请大家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好有爱的姐妹花 声音也很好听 愿我们都被生活 温柔以待 支持领养代替购买 我觉得可以利用一下舞台道具 会更好 唱得太好听了 非常的专业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起 来吧 请转身 按下黄金宝箱 3 2 1 宝箱开启 偶 哇 这个是动物相圈 小头冠吗 项圈 动物相圈 然后带有我们黄金100秒的 logo 既然喜欢小动物 可以也从这个 跟动物相关的主题 这样的音乐作品 开始作为切入点 进一步提高自己 希望早日实现你们的梦想 好吗 继续加油 谢谢师哥 谢谢师哥 金子总会发光 谢谢 再见 拜拜 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先100秒 拜订阅 拜计 拜订 拜订 Wa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掌声欢迎 飞马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飞马 我的职业是一位音乐老师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喜欢我的节目 谢谢 来 我们先三二一投票 好不好 好 来 请投票 抢清100秒的分数是 93分获得了额外的五分加分 祝贺飞马 飞马用刚才的一些特殊的乐器 一下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叫什么 热带雨林里面 亚马逊丛林 这种类型的名字它就是叫印第安音乐 是来自南美风情的这么一种 包括今天那个造型 也是印第安的风格 对 对 这个可能是在我们国内 是比较少见的一种风格 那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咱们印第安音乐的乐器 可以 这个是南美音乐里面 最主要的一种乐器叫排销 我们能听听它的音色吗 可以 还有吗 这个叫 树敌 很像树敌 从哪个方向拿 如果这么拿过来 看见这个赶面杖 他叫盖纳敌 我们一翻译过来叫盖纳敌 好 我们听听音色 这个蜗牛是在哪儿这个 这个蜗牛这个是那个这个是一个音球 像沙锤 对 沙锤 音效乐器 它就是起了这么一个 可你这个摇 这就不是音乐 你小时候玩的 波浪鼓 来 我们看这个金丝楠的 这个叫金丝楠摸 这个是印第安笛 也是来自这个印第安本土的一种乐器 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低音一个高音而已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差不多吧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猫头鹰是什么 这猫头鹰就是猫头鹰 就学猫头鹰 猫头鹰也是吹的 哇哦 我特别好奇这么多的小贝壳是干什么 这个是羊的那个指甲 羊起甲 好像小贝壳 对 把它晒干以后呢 把它串在一起 它就是当地的一种土著乐器 它的当地名字叫Chick Chuck Chick Chuck 对 有点像滴了一串葡萄的 这个行 这个我学会了 大家能发现一个 我这么多乐器 除了这个演奏音乐的这个乐器之外 其他的很多这些音效女生乐器 它是来自大自然的 我相信也是源自于就是对自然的敬畏 对 然后衍生出了这样的音乐 老师要不然就咱们三个合作一下 你看怎么样 您就负责音乐 我和尼娜负责音效 行 好 这跟上你来 你就负责打雷 我是雷神 对 雷神 打三声雷之后 然后呢 尼娜就来雨声 夏宇 雷弓 对 电母 那我们就来 好 闭上眼睛 我和尼娜负责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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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待会儿忘了 这是送给你们两位出身的 哦 谢谢 您太客气了 谢谢 这里说明一下 这个叫鸟笛 也叫鹰绍 这猫头鹰不错 老师这猫头鹰送给我 这个布骨鸟送给你吧 我不要那个 那你要哪个 那那个人家不送 非得要那个 老师还有什么能送呢 乐器不给啊 我吃饭的家伙 乐器不给 别的可以是吗 别的都行 老师 你这鸟笛送我行吗 这个 这披风也不错 这不行 干嘛这 这也不行 一会儿大哥 帮膀子回家了 对 你这项链也不错 项链 咱别那么贪心了好吗 尼娜 这个拿走 好 接下来 这100秒黄金舞台的挑战 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 接下来我送给大家的一首 是来自于这个 秘鲁的一个世界著名的 应该是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首曲子 我不知道有的朋友想起来叫老鹰之歌的一段送给大家 世界名曲 老鹰之歌 对吗 对 老鹰之歌 就是这个鹰毛 对吗 对 这个确定不送是吧 不 谢谢 谢谢飞马老师 那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来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黄金100秒央视频号 点击央友圈 在这里可以放名 夸解 参与实施互动 有机会来现场参加挑战 赶紧扫码加入吗 100秒计时开始 棒棒棒棒棒棒 процесс комп investment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非常独特的表演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音乐 很吸引人 感觉一下子就被治愈了 太有意境了 羽毛真美 真会吹 意义风情好听 音乐无国界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这100秒的最终成绩 黄金大幕请升起 这个更棒 好多毛啊 范哥随便拿一根 老师那鸟毛送我行吗 这不行 确定不送是吧 不 您刚才那几根不舍得给这个纵舍呢 这个也不要拔吧 我拿黄金奖杯和您换换吗 换 换 动心了 那个荣誉更高 看来真的是非常期待我们的黄金奖杯 好 来吧 2 按下黄金宝箱 3 2 1 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好高的分数哦 104分 就差一分满方 好厉害哦 挑战成功 祝贺 祝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朋友们 你用你治愈般的音乐 征服了所有的观众 所以请带走我们的黄金奖杯 谢谢 余奖头套 祝贺 谢谢 谢谢 希望您下次再来 好 下次见 下次见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先100秒 我们的张力 富贺 高 Boris knowing 怎么了 赢 最 Court 半写 那い 母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曾爱杰 您好 欢迎来到黄金一百秒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赶紧投票吧 分数是91分 非常不错的成绩 获得了额外的五分加分 首先我还得说 也得揭秘一下 曾叔叔啊 之前也不是一个职业的舞者 大家可以猜猜 曾叔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好 有高高举手的 这个气质 这个形象 这个发量 这个气质很像老中医 老中医 有点那么恶意 穿得像一点 对 下边再胡子再长点就更像 不对 还有吗 警察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那气场 感觉站得直 警察对了 来 继续 什么警 警警 来 因为警察的 这个概念范畴还挺广的 曾叔是什么警 之前 寻特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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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特警算特警吗 寻警跟特警合起来的 所以曾叔也是有真功夫的 对不对 但我们还是很好奇 曾叔这个寻特警 一般在工作的时候都要做些什么 主要是接那个10 那个处警 一般的民事纠纷 就都是由治安警来处理 就是寻寻姿势 大家都 或者吃谢什么的 就我们去 就是一旦110接到 接警电话 接到了比较 相对有危险情况的 对 一般会 转给我们的寻特警 对对对 那您之前的这些年的工作经历 有遇到过比较危险的情况吗 有 说一个我刚参加工作的事吧 90年 那个时候是参加那个 咱们北京刚升办那个亚运会 第一次升那一下 有 那九几年 90年 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 就发现就是两个小伙子 跟一个女的在马路上溜接 好好看那小伙子穿的是 一身西服 穿得挺好 但是穿的是球鞋 幸亏今天穿的是皮鞋 好了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去 一问他们之间关系就是 那男的神态特紧张 跟他们说的 俩人说的不一样 对不上话 对 那男的想跑 正好我就利用这个 学过的这些东西 一下给他摔的地 给他拿了 结果这是一个贩卖 拐卖人口的 不仅仅是一条命 这是一个家庭 正说刚才说到一个细节 不知道 番哥听到了没有 就是说我学过的东西 把它制服了 学过什么身法吗 肯定是有功夫 对 那个我呢是自幼习武 有四十多年了 您从几岁开始习武呢 上小学 幼年吧就算是 我就是一般就练拳教比较多 因为你拿其他东西也不方便 我们那个少林八法拳里边有好多种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少林八法拳 八法呢 这至少有八种套路对吧 不是 它那个八法指的是 八种动物的生存之法 八种动物 对 哪八种动物呢 猫 猫 狗 猴 猴子 老虎 生效差不多 虎 对 虎 马 蛇 还有那个兔 还有鹰 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 什么武琴戏啊 最早的很多这个 包括健身操也好 武术也好 它的灵感 其实都来自于自然界 您看我这个蛇拳 非常灵活 其实武术啊 它也是一种迷惑对方 让对方上当 郑叔有没有现场可以简单教学的 让我们学一小招 好嘞 也算今天我们没白来 好 第一招 第一招 心理 好 这叫挂 挂 挂 下边叫结 结 这叫靠 这叫勾 勾 勾 蹬 勾完了蹬 然后这一个崩 崩 最后一个拉弓 行 收了 哦 其实和我们军体拳很多动作 也有点 类似的地方 但这个连贯起来的话 就是一套非常帅气的动作 对 而且这套动作就是能按照武术套路来做也可以 对 如果是就是按照强身健体 也行 按照那种套路来讲 也是养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 熟能生巧 只要熟了就行 所以叔叔到了退休的年纪了 那些都是过眼云烟 江湖的传闻早已久远 但是今天追求的是快乐 追求的是自由 叔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 黄金舞台 加油 100秒 继续开始 继续开始 好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 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 叔叔太帅了 不错不错 游人有余的力度 实力上演了武术的精华 致敬警察 致敬特警 叔叔很有力量 小的时候我的梦想也是学武术 不愧是老警察了 实力填腻了 什么是一身整齐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起 来 按下黄金宝箱 三 二 一 宝箱开启 来 赵总书 祝贺曾爱杰 黄金100秒用94分的成绩 挑战成功 祝贺曾书 希望您继续加油 世金子总算 发光 再见 曾书 说实话在这个舞台上看到我们的选手捧起黄金奖杯 激动地喊出世金子总会发光的那一刻比我自己拿奖还要开心 没错 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 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 黄金舞台 康处精彩 是金子总会发光 再见 对 你刷新了我对狼的认知哥 狼是那么传奇的吗 哈哈哈 世金子总会发现 有梦想着灿烂绽放 哈哈哈 这回再不怕拿了换粒了 哈哈哈 这个叫鸟笛也叫英少 你稍等一下 对 我去到特点 哈哈哈 曾书现在还在锻炼吗 那事儿大了 不像以前那种矛盾 这个杨涵真的有句话不说 放强会放强 你说 放强你自己的本质就可以了 艺术来源于生活 却又高于生活 哈哈哈